为了让孩子们了解毒品的危害 中华赶路德宴全人关怀协会 日前来到普里镇南关国校 进行反毒宣导活动 特别的是今年赶路德宴 邀请了亚运果寿 来为南投县反毒做代言 呼吁青少年拒绝毒品 远离毒品的危害 刚刚得到亚运金牌银牌 以及代表国家去参加的选手 来成为我们反毒的一个代言人 那也就是亚运金牌的 吴小双银牌的孤翠平 以及石正中这三位孩子 那大家可以听得到孩子的呼喊声 在透过亚运金牌选手 他们的一个代言 来提醒我们的青少年 好好运动一定要跟毒品说不 那透过一个良好的 正当的运动休闲的活动 那不要随便被毒品给吸引 南关国校校长 感谢中华赶路德燕全人关怀协会 到校园进行反毒宣导 让孩子们认识毒品的危害 也感谢参加亚运的三位国寿 能够为反毒活动代言 让他们成为孩子们的典范 我们每年县府都有办理反毒的宣导 那这些对孩子的帮助非常的大 非常感谢我们今年狮子会继续来赞助这样的活动 让孩子能够体验这个反毒的宣导的活动 另外呢 今年我们也加入了我们在地的空手道的选手 刚好他们得到金牌回来 也刚好可以当孩子的典范 非常感谢这样的活动能够在南关国小来进行 副一长排一圈 感谢中华赶路德燕全人关怀协会 来到偏乡进行反毒宣导活动的用心 也肯定三位国寿 在亚运获得荣誉的同时 也不忘鼓励县内的学子 能够从事健康运动 远离毒品的危害 也希望透过三位国寿的代言 能够成为年轻学子的典范 一起拒绝毒品 让未来充满阳光 记者崇伟一 普立珍采访报道